Hello大家好,今次這部影片會為大家帶來近期PDCGPocket的活動資訊 這幅活動的圖是由BillyBilly的創作者去製作 有關近三個月的活動資訊 隨著什麼怪的Dark Card 挑戰結束之後 會立即有一個關於噴火龍的Dark Card 挑戰活動 在每個人的Dark Card 挑戰中會出現火屬性的免費Dark Card和幸運Dark Card 來給玩家補充一些火屬性的卡牌 火屬性的Dark Card 有一些初階的精靈和EX EX就是鳳神犬的EX 其他都是初階的精靈 例如是綠尾、九尾、小火馬、烈焰馬、小火龍和火空龍等等 算是一個比免費玩家可以獲得更多卡牌的渠道 11月22日除了火屬性Dark Card 活動之外 還有黑色星期五和鯉魚龍的活動 不過這兩個活動暫時未有更詳細的內容 然後在11月29日有PVE的奇異花的挑戰活動 就跟上一次的貝貝龍拉普拉斯一樣 當難度越高 跌落卡包的機率亦會增加 獎勵卡包已經有人解除了 一共有五張牌 首先第一張就是奇異花的AR 就是一張很普通R卡的一張全圖卡 160血 4個能量打80傷害 就會自身30血 這張牌能量的需求太多 而且還說的是三階段的進化 所以就不推薦了 第二張卡就是水屬性的甲破引蛙 現有卡 又是三階段的進化 但又有一個特性可以打到全場敵方20血 就是飛水手裡劍 在某些情況下是有奇效的 而當它有兩個能量的時候 就可以打出60傷害 這是一個非主流的牌組 可以玩一下 我這次直播中也有試玩過手裡劍的牌組 下一張又是現有的大岩蛇 不太推薦會玩的牌組 圖片的風格也不是特別好看 可以看到很多地鼠在裡面 下一張就是鬼屍通 這一張跟現有的鬼屍通不同 70血只需要一個能量 就可以打50傷害 不過它前提是必須集到正面的硬幣 算是一個體運器的技能 如果能夠集到硬幣的話 對初階的精靈會有一定的威脅 最後一張就是波波扣 應該算是今次活動裡有趣的卡牌 50血一能量可以使用唱歌 將對手直接進入睡眠狀態 散落了窄硬幣的部分 如果對手非洲的話 可以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不知道到時會不會多人玩這一張卡牌 反正我應該都會嘗試一下 這張牌跟現有的卡牌都是不同 算是跟上一次的喉掛一樣是新卡 而今次的插包除了奇異花的活動之外 也有三張新卡 一張要有特級護照才能換到的超夢夢AR卡 另外兩張應該是幸運德卡才會有的小池怪 以及奇異種子 以上就是近期Pocket的活動資訊 往後如果再有更多資訊 將會再上載一些新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記得按訂閱和按LIKE 多謝各位收看